各位又回來了 話說中國現在離奇事很多很古怪 數不清 現在是十一黃金周 大陸在慶祝國慶的時候 面對過去有多災多難 又有疫情 又有水災 經濟又下行 還要臨國慶放假前就停電 難得放假 當然是有些餘慶 慶祝一下 找些喜事充氣 每個人都上街 去慶祝國慶 散客心 這樣也會出事 慶祝國慶也會出事 給大家看看這段影片 對 話說現在是無人機表演 無人機表演在上空 但無端端整群無人機 就無端端墜落 其實表演什麼就是砌字 這些就是砌字 像東京奧運 用無人機 來做個好像地球 然後就有很多花式 其實都很考驗IT的技術 控制上百架的無人機 現在話說 河南鄭州 有無人機餘慶 砌了四個字之後 就失控 結果 全部都掉落 那下面的人在看鬥 然後每個人就變成 怎樣呢 就剃人頭了 本身是剃鬥 然後就變成剃人頭了 一變形的時候 就走樣 然後全部都掉落 要是鑽到大廈玻璃 要是鑽到車 要是鑽到人 好像都沒有聽聞有傷 這個令我想起這個 F91 機動戰士F91 這個鐵面具 用這個血的紙 清洗低端人口 有這個異曲同工之妙 我不知道是否中間有人 用來借監 借監來抄了這條計劃 用來清洗低端人口 不知道 我只是作一個類比而已 好了 講一下第二件事 現在停電很嚴重 停電嚴重 到一個點是什麼呢 話說現在很嚴重 這一個傳聞 流出來說 大陸一個電熱廠 它的儲媒倉 你看 只有機器 煤呢 幾個足球場這麼大 煤都沒有了 是不是全部燒掉了 這樣 你一個發電廠 沒有可能 跟你 清光 因為你一邊燒 一邊入 推陳出新 如果你沒有了 再進入的 就是不足夠的 是不是 這樣 就解釋了 為什麼過去 十一之前 全國二十二個省份 有大庭電 其實就 不是沒有預兆的 你說 是不是這個電力政變 我又不覺得 因為實在太嚴重了 你 一來政變不來 二來 涉事的官員一定刁官 一定被問責 事後 是吧 你按常理 第一時間匯報 還有這麼大的倉 沒有可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裡面是沒有的 習近平耳目這麼廣 更加沒有可能知道 但是 偏偏就是會發生 現在 就說 中央 就叫 既然是這樣 就開煤 全部刮回煤 一開始 其實是在澳洲買煤 買動力煤 但是因為搞這個 貿易戰 要封 要杯葛澳洲 不買動力煤 結果自己又不夠煤 煤界又上升電廠又買不起了 現在沒有辦法 就算你說探排放污染 都沒有辦法 就要自己掘煤 有時候 是不是天意呢 其實十月都已經是 應該 要下的雨都差不多下了 這個雨災都應該過了 是不是 猜不到 這個煤鐵之鄉 山西 洪災 結果二十七個煤礦停產 真的 你都不可以說不是天意 因為下雨 你是不可能 就掘到煤 因為那些煤在地上掘 你下雨又濕 你就算不浸 你都 這麼濕 你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都不得止 他還要是洪水決堤 要緊急疏散上萬人 你想想 喂 真的 不明白 習大大是否腳頭不好 還是什麼 結果 又是死死地氣 就說 放行保稅倉 澳洲煤炭 緩解決電危機 保稅倉是什麼呢 就是保稅區 就是之前那些 沿海那些 那些保稅區 有些倉庫 就摘了一些澳洲煤 但澳洲煤就不能離開保稅倉 因為當時有這個貿易制裁 要重徵關稅 那現在來了 就開放保稅倉裡面的澳洲煤 但其實不燒得很久 因為保稅倉 就載很多東西 不是載煤的 所以 而且 倉庫多極 都始終有個限度 要燒光都很快燒完 那你澳洲 你不是立即說要訂單就有的 不是說你要就立即有的 你要旋運 以及你要買期貨 尤其是中國缺煤 突然之間要掃煤 結果 全球煤價大漲 令到中共要自己再買煤 更加困難 其實現在 外面傳說 進入澳洲煤 其實嚴格來說並不是 這個是保稅倉裡面的澳洲煤 不是真的跟澳洲重新買煤 沒有這些貿易簡單的 只是保稅倉 扎在這裡的澳洲煤 所以 其實接下來 那個缺電危機 是未過的 中共是未過缺電危機的 那發生這麼多事 那 看微博 這個 胡舒立 發了一個 微博文 這個微博文就說 有幾個豬頭 吊起 豬頭如果做得好 還是相當可吃的 這個標題 豬頭不受待見 和人們的觀念好有關係 背負著這個惡名 一般人便願意和餐桌上與其建立 戰略夥伴關係 貌似他又說 這個豬頭肉 豬頭做得好 也是很好吃的 什麼豬頭做得好 就是兩個 的 這個 解讀 一個就是 豬頭肉做得好 就很好吃 豬頭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 胡舒立 當然 不是說吃豬頭肉 不是分享這些 其實 大家都知道 習大大 有個國內的花朵 叫做 集豬頭 我不是我作的 我也是聽人說的 國安法官不要誤會 我也是聽人說的 如果是這樣 其實就是說 喂 你做這個位置 豬頭 就算是一個豬頭 再蠢 再沒有料到 喂 你本身的開局是這麼好 說的是一個世界工廠 有這麼多訂單 全球 生產 沒有了你 不行 再加上 科技發展 一天千里 這麼好的形勢之下 就算一個豬頭再蠢 上了位 你都做得 你做極 差極 也有個限度 所以如果做得好 就算你是豬頭 只要沒有什麼大錯 都會做得好 但問題就是 喂 豬頭不受待見 他就說 喂 一般人 誰願意和餐桌上 如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喂 如果你說飲食 就不會講到什麼戰略夥伴關係 是嗎 就是說 你說 其他的菜式 這個山珍海菜也好 甚至普通一個 土匪 土匪雞翼 那樣 再普通 都不願意 和這個豬頭 此欲為悟 所以不會建立這個戰略夥伴關係 其實這句說話 為什麼呢 什麼叫戰略夥伴關係 就是 怎麼解讀 就是 這些就是 國際的外交用語 來的 那就是 解釋是什麼呢 Friend 大家就不太Friend 因為Friend 這叫什麼 叫盟友 我跟你Friend 又不是很Friend 但是大家 有可以利用 可以合作 的 一個 的 一個地方 就是 覺得你 我跟你不Friend 但是 你有些情報 我是需要的 我有些情報 你是需要的 或者 大家互通情報 就是互相監視 這些 就叫做 戰略夥伴關係 但問題 就是 豬頭 是 一些可以利用的價值都沒有 所以 就不會有人願意 和他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是 胡舒立 為何要這樣說 整個謎底 這個謎語 變成了 胡舒立 變成了 謎語人 蝙蝠盒裡的謎語人 這個謎底是什麼呢 胡舒立 就是管財新 都看到 一開始 這個post Hattach 財新 其實財新 財新網 是有post過這段 鐵文大之後就關掉 但胡舒立自己就沒有關掉 其實財新網 的背後 就是 王岐山 有人就說 胡舒立 然後這個 另外幾個大V 就說他們什麼 其實都是王岐山背後 在這個語役之下 經常幫王岐山發聲 等等 所以你說 他 一個人 出來這樣說 不怕殺頭嗎 大哥 那當然 那就是 不是這麼簡單 背後是不是王岐山 叫板呢 向著這個 習近平 就出聲 喂 我又看你不順眼 你可以把一個國家這樣搞 有誰願意跟你 坐在一起呢 你要知道 曾幾何時王岐山 和習近平是 親密戰友 一開始就是 習王岐山 幫習近平 去 反腐彈 打貪 一開始跟 特朗普 對抗的時候 王岐山也說 中國是不怕的 因為中國人 可以吃草一年 這些想法是王岐山 比 但王岐山 都被坐歪了 最近一次 國際會議 王岐山 重要 都不避免 因為他 在這個黨裏 最有國際之力 做過央行 人民銀行的央行行長 他經常出面見大場面 和國際打關係 所以有什麼國際場合 都要去打點 一次的國際會議 他做開場白 他又 不怕尷尬 和全部來賓說 其實呢 我是小人物 我只不過是習近平 一個的傳話人 負責主持的都是習近平 任何人聽到 都覺得你 說這番說話 有骨 對吧 你上台 表面上 好像捧習近平 托他大腳 但實際 其實說話有骨 即是說自己 被習近平 坐歪了 哎 好沒有人啊 其實不止胡舒立的 之前還有任志強 任志強就是 揣握習近平什麼呢 就是說他 就是說有人 沒有穿衣服 都想著還要做皇帝 即是說 國王的新衣 胡舒立再發一個 就說你是豬頭 那其實都 胡舒立這個評論 又不是沒有 又不是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根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哥 一開始 就是我剛才所說 這個 中國本身 在習近平接任的時候 一開始 國日昌龍 和國際的關係這麼好 然後呢 對外國的貿易 又順差 賺多少的貿易 多少的外匯呢 但是一下子 你搞到 越搞就越得 然後中叛親離 都不止 然後還打貿易戰 你打貿易戰這些 就不要緊 但是每次呢 你的戰略 都很有問題 譬如 你 對國內的 就是你要逼 這個 維吾爾人 吃豬肉 然後又不買美國的豬 結果呢 到最後 自己的國內有豬瘟 因為 你沒有替代豬 但是你中國又要肉吃 結果就問俄羅斯買 俄羅斯是專門給一些 有非洲豬瘟的你 這些是自找的 好了 跟著 買農產品 你好地地 跟Donald Trump 說 會買肉 買農產品 那就算了 啊 你又反口 又說不買了 不買結果 怎樣呢 大鑊 結果呢 全國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這個印象 全國 先是吉林的 糧瘡就著火 然後全國各地的糧瘡都著火 然後全國各地的糧瘡都著火 哈哈 你一說 因為你沒有糧 沒有玉米 沒有粗糧 你就要全國 查倉 怎麼辦 這個國家還有多少戰略物資 你不點油自可 一點就全國大著火 越搞越越和 再來 然後 跟美國示威 示威的 你又放導彈 試射四枚東風導彈 兩枚 飛到海 叫做精準打擊 另外兩枚呢 自己跌回到自己國內 自己跌回到國內 喂大哥 你不搞 你不如不要搞 所以為什麼人民呢 不希望國家打仗 不希望 習主席 繼續打這個貿易戰 其實是有道理的 喂 你不打 那就是示弱 你不就是輸給美帝 輸給西方勢力 那就是示人以弱 那就變成民族罪人 但不是的 你不能打 為什麼不能打 因為你每次打完 你又不能打別人 你是打自己的 最近那個 停電也是 因為你不買澳洲煤 又要在國際應威 又要減低探排放 和美國競爭 在國際的場合 探排放的會議 巴黎氣候會議 要和拜登在競爭 環保龍頭 結果呢 自己是全國大停電 每一招都是反勢其身 連七雙拳都不是 七雙拳 雙人 雙人 雙人就先雙自己 那你起碼都雙人 但你現在不是 每次都是對空氣打 然後就反勢其身 有些像什麼 像周星馳 周星馳 跟這個 肥仔聰扮 虎頭幫他收帳 打算出招 就當中自己 就當中自己 然後這個 又是豬頭肥仔聰 幫你出手 又插錯了 飛出去 飛還有一個刀柄 假設這個 交租婆 是美帝的話 又飛了一個刀柄 結果你自己人民 又插到一刀 最後你自己人 失敗收場 越搞 就越是和 這個肥仔聰身營 都跟這個習帝 都相似 所以人民 或者有些有志之士 都不需要太多的一個高深的學問 好像什麼胡舒立 還是任志強 也好 稍有少少常識 不像胡錫進之流 你都應該知道 你懂得分輕重 你懂得分 究竟有沒有用 對不對路 現在不對路 有少少常識的都知道 所以沒辦法 誰叫今上 一意孤行嗎 自己親密戰友王岐山都可以這樣 放在一邊 你只能夠看著 習帝繼續加速 我都希望 這個習近平 習帝都可以 再出多些狠招 將這個速度加快 繼續踩油 大家就當 看一場好戲 看這個差里卓別離 這樣 其實你對於美帝來說 全部 只有淡笑 你真的打也打不到 結果 還要說下很大盤棋 這個其實也有點像 當初 美國朗奴列根 對著蘇聯的時候 還沒有搞這個 星球大戰計劃的 其實到最後 經過解密之後 其實星球大戰計劃 都是一個騙局 即是大氣層 發射人造衛星 可以折擊對方的長程導彈 甚至有激光 攔截 其實到最後這些解密黨 全部都在吹水 其實拿來做一個 宣傳 跟蘇聯 一起玩軍備競賽 結果蘇聯 就因為 投放太多 因為認真玩 變成真心交 而美國呢 其實就拍什麼 那些登月片段 有傳言是假 陰謀論 其實拍是假的 我現在都相信是假的 因為就是要 作一個劇本 拍一齣好戲 給蘇聯看 你才會投放全國的資源 去搞 跟我軍備競賽 不停射火箭上太空 結果 拖累自己國家經濟 現在其實 美帝 都是用回同一招 而他的對手 依然都會中招 又探牌坊 又貿易協議 各式各樣 然後又 台海危機 其實就是要你不停加籌碼 不停加籌碼 打就不需要打的 讓你自己的成本 負荷不來 你一個國家 你對得到這麼多個國家嗎 燒銀子 我講燒銀子 都不是真的打仗 所以這個可以說 就是 中國裏面 有個言語 就是 這個世界裏面 這個地球裏面 什麼是最深 大西洋的海峽最深 還是美國大峽谷最深 這些都不是 最深的就是 套路就最深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 like and share 和join我們的patreon用戶 就這樣 拜拜